这是一个神奇的男孩 只见他拿起地上的锄头 双手紧握 轻轻这么一摆 锄头就已经变形 男孩走后 父亲看到地上已经严重变形的锄头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正是他五岁的儿子吉同干的 他们一家祖祖辈辈是奴隶身份 父亲是大户人家的壮丁 母亲则是大户人家的婢女 哥哥是大人家的书头 一家四口生活卑微且平静 直到小儿子吉同五岁开始 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从此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这天管家召集这帮奴隶孩子上山解释 孩子们累得各个气喘吁吁 唯有吉同面不改革心不靠 当看到已经累到不行的哥 他若有所思地抠了抠 又抠了抠嘴巴 似乎在策划了一件什么事情 哥哥打了个蹲醒来 发现不仅石头不见了 而且弟弟也丢了 他慌忙地跑回村 寻找弟弟的身影 没想到弟弟和石头都已经到家了 哥哥认为石头一定是旁边的大男孩 帮他拿回来 急忙向那个男孩说着感谢的话 而男孩却一脸的蒙圈 吃饭间哥哥向父母讲述着 那个男孩帮助他背石头的事 而一旁的吉同却告诉哥哥 石头是他背回来的 哥哥和妈妈根本不信 只有爸爸看着吉同若有所思 吉同不仅力气大而且饭量已大 刚吃完饭不久 他又吵着饿了 妈妈让他稍等一会儿 自己需要找人先把这口大缸挪走 吉同又若有所思地抠了抠鼻子 再抠一抠嘴巴 等妈妈叫来爸爸帮忙时 却发现那口大缸不见了 正当妈妈疑惑时 一旁传来了吉同肚子饿的吵闹声 随着吉同的声音过来 发现那口大缸已经被帮过来 妈妈非常疑惑 而吉同却只是笑着让妈妈 看他处备吃的 不久后 村里来了一个杂技团 有表演走钢丝的 也有表演口碰火 还有大力士在表演徒手摆木头 迎来了村民们的震震整声 一旁看热闹的吉同一脸无泄地说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能做到 小伙伴们开始嘲笑他 说大话不怕闪着舌头 而另一边的少爷更不怕舌怕 忽然提高嗓门 指着吉同说道 吉同也要挑战大力士 少爷的话音一落 又引来了村民的震震嘲笑声 马戏团的人看到一个小屁还要挑战他们 于是让小吉同上台来试试 马戏团负责人在确定吉同要表演时 却是一同伙拿一根没有动过手脚的木头过来 大家都等待着看吉同的笑话 没想到吉同拿起木头 用自己的小肚子一发力 木头竟然裂开了 吉同的这波操作惊呆了所有看热闹 就在这时 父亲突然出现 制止了吉同的行为 没想到几天后 吉同惹下了大火 小男孩一脚踢飞了巨石 朝着少爷的方向飞去 少爷吓得不知所措 呆滞在那里 这一幕正好被小男孩的妈妈看到 她奋不顾身地冲到少爷面前 把少爷护在自己的身体下 但还是被夫人看到 抓了个线形 少爷哭着向夫人说道 石就是吉同踢过来的 母亲赶紧替儿子解围 没想到迎来夫人的一记耳光 然后吉同被绑在树上 夫人在吉同的眼前抽打她的母亲 吉同看到母亲被打 她怒火中烧 发誓不管是少爷还是什么 今后绝不放过 原来就在刚刚 吉同在院子里扫地 而少爷却跟在后面 不停地扔垃圾 还挑衅吉同 让他把石就弄断 不然就让他父亲把吉同全家赶走 吉同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没想到少爷却喋喋不休地说道 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 而且我爹也说过 卑贱的人都是骗子 少爷的这些话 可把吉同气坏了 这才把石就踢向少爷 引来这番打骂 吉同的父亲来向少爷下跪求情 没想到少爷根本无动于衷 从屋里出来后 他拿起一根木棍 怒气冲冲地把吉同拖到夫人面前 并向夫人保证 今天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儿子 父亲把吉同拖到大森林中 举起木棍对准吉同的小手 想要给他点教训 可是他又怎么能下的去手呢 看着孩子哭着喊着父亲 他手中的木棍掉落在地上 他虽然明白 今天不好好的教训下来 以后可能会引来更大的火团 可是看到可怜巴巴的几乎 他还是选择好好的守护儿 回到家后 他向老爷请罪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弄断吉同的小手 但是有一个将功捕获的记忆 那就是把仓库里 重放多年的明太鱼送给他一些 到时候给老爷换饰品棉布回来 如果换不回来 愿意以死谢罪 老爷一听吃惊不已 要知道明太鱼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鱼类 而棉布算是奢侈品了 老爷夫人一和解 决定让他出去试一试 父亲在临走的前一天 带着吉同在外面喝酒聊天 还给他讲了孩子将士的故事 孩子将士就是拥有熊一样大的力气 像老虎一样的凶猛 不论伤得多重 只要睡一觉 身体就会恢复如初 可是这种孩子如果出生在名门贵族 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出生在身份卑贱的穷人家庭 那么君王一定不会让他活下去 所以今后不管再怎么受委屈 都不能暴露自己的利用 否则爹和娘还有哥哥都会死 吉同下得连连点头 第二天临走时 他叮嘱老婆一定要看住吉同 然后一人背井离乡 去实现对老爷的承诺 刚走到半山腰 听到两个儿子一一步水呼唤声 大儿子都湿得向父亲鞠上一躬 很快他便来到了现场 感受到了这里的繁荣气象和自由的气息 可是他想把自己手中的明太鱼卖出去 却难如登天 自从父亲进城后 他和哥哥要代替父亲给老爷家干最重的活 刚放下柴火两人就跑回老爷家的大院 看到屋檐下放着一双大号的鞋 男孩自言自语地说道 也有人有像我父亲那样大的脚吗 没想到真的是父亲回来了 他正向老爷夫人交差呢 当初承诺老爷用一筐臭鱼换尸皮棉布回来 他做到了 不仅换回了棉布还有一包上等的丝绸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棉布相当于高端社会的奢侈品 而臭鱼却满大街都是 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男人刚来到现场 意外看到了官兵在追一个盗贼 他偷偷踢翻了凳子 让官兵们来了个人养马帆 盗贼得以帮助逃走了 回头他带着手下来照顾男人的生意 还请他喝酒 并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大门 希望他能一起喝火 那就是去官大人家里偷吃的 那里都是山珍海 偷出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男人为了能赚到钱 便硬了下来 半城割鸡的挑夫混入官大人的家中 躲进了存放美食的库房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出来先饱餐了一顿 还对美食赞不绝口 然后把仓库里所有的山珍海味 都从窗户口递给外面接应的盗贼 但门是从外面锁的 他该怎么出去呢 盗贼却说他不用出来 等到明天自然会有人来接 男人越想越不对劲 明天人家一开门 发现食物不见了 还不把自己抓起来吗 于是他想通过传递食物的窗户逃出去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窗户竟然被人给毒死 这时他才醒悟过来 自己被盗贼摆了一道 想想自己也够可笑 怎么会相信一个盗贼的话呢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看到了墙上挂着的称呼 顿时既从心来 第二天一大早 管家来开门 发现库房里的食物全都不见了 这可不得了了 关大人还要用这些食物来招待倾国使臣吗 保安人员闻声赶来 却听到拐角处发出疼痛的声音声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躺着的男人 他为了摆脱嫌疑 使了一遭苦肉计 狠狠地打了自己一顿 他还对管家说道 昨天自己收拾库房时遇到了盗贼 为了保护食物 与盗贼打了起来 由于盗贼人多势众 自己变成了这个模样 他的这些说辞成功地骗过了管家 可是他怎么会放过玩弄自己的盗贼呢 晚上当盗贼正在墙角小便时 男人拿着一块瓦片抵住了盗贼的脖子 他不喂别的 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 盗贼只好乖乖地把用食物换来的大部分钱 才给人 男人临走时还不忘对盗贼说道 如果哪天混不下去了 可以来找我做大哥 这趟出门男人虽然没把臭鱼卖出去 但是他不仅有了满人度的名乃 还学到了不少赚钱的本事 这就是身为奴隶的阿三 天生贱命 却总想着逆天改命 回到老爷家后 阿三把两匹棉布和一匹高端丝绸献给老爷 夫人看着洁白丝滑的头段高兴极了 这可要比开始承诺的食品棉布之前多 老爷为了奖励阿三 允许他和家人搬出去外居 一家人开心地住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院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没想到好景不长 他们的幸福生活遭到夫人的妒忌 竟然对阿三以怀三胎的老婆打起了主意 荒郊野外 一个美丽的孕妇被陌生男人尾随 突然男人加快脚步追上女人 不知廉耻地说道 夫人长得如此漂亮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女人急忙推脱 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你赶紧找别人去吧 没想到男人一把抱住了女人 他用力挣脱男人的束缚 不曾想激怒了男人 一个巴掌把他打倒 女人的肚子不偏不倚地撞在石头上 正在此地玩耍的两个儿子 刚好看到了母亲被人欺负 小男还看上去憨憨的 可他却不是一般人 他从兜里拿出一块石头 恶狠狠地打下来 男人吓得连连后退 小男还步步紧逼 他再次拿出石头扔向男人 把他的眼角擦伤了 正当他举起手中的石头 要致命一击的时候 被突然赶来的父亲一把抓住 在父亲大声地呼喊一通 小男还恢复了理智 男人马上叫来官府的人 要抓走小男孩 阿三为了保住儿子的命 揽下了一切责任 他跪在官府大人的面前主动认错 没想到官大人却说 按照律法 奴隶伤害高贵的两班贵族那是重罪 何况他还是你家老爷的叔叔 理应判你入狱 如果你家老爷能原谅你的话 也可免于受罚 于是阿三来向老爷夫人求情 希望老爷能放他一条生路 老爷则表示放你也可以 只要你把偷藏起来的财物都给我拿来 往事就一笔勾销了 阿三这时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爷设计的圈头 他为的就是自己手里的营养 为了家人活命 他只好把做生意辛苦赚到的营养都拿了出来 老爷当众问他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你准备干什么 阿三被感心疼 这可是他准备给家人赎身攒下的 为了不暴露自己想要赎身的项目 他只好说道 老爷和夫人露出了小人得知的笑容 阿三本以为这场风波过后 一家人能平安的生活 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女人怀孕仅仅两个月 孩子就要出生了 可他却硬把孩子憋了回去 他要等丈夫回来陪自己生产 没想到当丈夫回来时 孩子已经出生了 见到妻子孩子都平安活着 阿三瞬间瘫软在地上 总算放心了 没想到噩耗即将到来 女人心事重重地对阿三说道 我一直在坚持着等你回来 阿三看着妻子的表情突然意识到什么 他掀开妻子的棉被 竟然发现妻子产后大出血 阿三要去叫医生 被妻子拉住 因为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这样握着妻子 渐渐失去温度的双手 听着妻子最后的嘱咐 妻子从他的世界消失了 他失魂落魄地喊着妻子的名字 两个孩子纹身也都慌张了跑了进来 三个男人就这样嚎啕大门 他们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他跪在妻子的坟前 使劲抽着自己耳光 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 可是他又错在哪里了吗 想要逆天改命不也是为了家里吗 到了晚上 他手握镰刀来到了老爷的卧室寻仇 一脚把他踹醒来 老爷慌张地问他要干什么 阿三说道 我在你家任劳任怨地当了四十年奴隶 如今我赚到的钱也都给你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家破人亡 我老婆可是你家儿子的奶妈 你雀眼都不眨就把我老婆害死 老爷吓得连滚带爬 嘴里习惯地喊着阿三救命 阿三救命 此时他忘了 现在要他命的人就是阿三 他用镰刀挡住老爷的去路 脸上却露出了讽刺的笑容 真是悲哀啊 从前最忠诚的阿三今天要锁走他的性命 阿三浑身是血地走出了房间 站在寒风中彷徨 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阿三杀掉老爷的鱼 被小儿子疾痛看见 他知道父亲是在给母亲报仇 但是他还不懂 爹爹走到今天这步 都是命运的逼迫 随后阿三把那伙道贼朋友叫来 把老爷家之前的家当全部拿走 伪造出一副小偷杀人谋财的假象 回到家里他烧掉了血液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为老婆洗刷冤屈 老爷被杀的事情很快就闹到了官府 审理案件的大人判定是小偷谋财害命 没想到夫人却红着眼睛吼道 不是小偷 绝对是他家的奴隶阿三 不曾想阿三早已买通了刑房大人和老爷的管家 在他俩的一顿忽悠下 办事的官府大人已经晕晕乎乎 那干脆就把阿三叫来问问便是 急通看到有官府的人过来 机智的他赶紧把爹爹带洗的鞋子扔进了火炉里 然后又跑出来挡住了官府的人 说家里没人 爹爹外出了 没想到阿三却推门出来 不出所料阿三被抓进监牢 刑房大人过来探视 不明白阿三明明杀了人为什么不逃跑 没想到阿三却说 老婆的冤屈没洗脱钱 自己哪里也不去 可是他身为一个奴隶 人为言轻 给老婆洗刷冤屈男上加男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聪明的阿三使用了一个计策 这个男人正在接受审判 当他脱下身上的外衣时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满身的伤疤映入眼帘 他悉数着身上每一个伤疤的来源 都是小时候被主人虐待的痕迹 残忍到让人无法知识 他要利用这一身的伤疤摆脱杀害主人的嫌疑 男人叫阿三 他向关大人解释道 小时候被老爷打成这样我都能忍下来 最近老爷都没有打过我 我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老爷呢 关大人一听 确实如此 阿三没有杀人动机无法给他定罪 没想到夫人苟迹跳墙 说阿三对老爷心怀恨意另有原因 阿三就等着夫人的这句话了 他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苦笑着说道 难道夫人是承认了我妻子的死 和你家叔叔有关是吗 接着又说道 我的妻子从未做出半点过分之举 然后站起身哭着请求村里的父老乡亲给自己作证 他大声地喊道 我的妻子从来没有骗过大家 他一直本本纷纷 为了展开调查 刑防大人允许所有人都可以出来作证 可是又有谁敢与两班贵族对抗呢 正在这时 一个勇敢的小孩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亲眼看到一个男人对阿三的妻子动手动脚 并且把他推倒 可是按照当时的律法 身为奴隶的人是不能状告主人的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关大人做出决定这个证词无效 没想到他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动物 一个卖兔毛的商贩描述了当时看到的情景 紧接着卖梳子的女老板也站出来替阿三作证 那天他亲眼所见夫人的叔叔欺负阿三妻子 此时的夫人还在垂死挣扎 向关大人谄媚地说道 你怎么能相信这些奴隶和商贩的话 最有话语权的不应该是我的叔叔吗 他可是当事人啊 关大人一听非常合理 于是把夫人的叔叔请到了审判现场 这个胖男人一上来就指高气昂地说着 一个奴隶竟敢挡住我两班贵族的去路 我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是很正常吗 然后又指责阿三 不好好管好妻子 还心生怨恨杀死了自己的主人 正在胖男人得意时 一个寄生的出现让整个事件发生了反转 他说胖男人正在追求自己 还向自己讲述了他们设计陷害阿三一家的事情 胖男人想要否认 没想到这个寄生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封胖男人写给他的情书呈了上去 这下他哑口无言了 原来这都是阿三提前安排好的 回到家后的胖男人气得血压飙升 他告诉夫人 那天用石头打我的并不是阿三 而是他的小儿子吉童 夫人一时不愿相信 以为他背弃糊涂了 一个小孩怎么能打得过叔叔了 出门后看到了自家儿子 儿子告诉他叔公说的没有错 吉童真的力大如牛 夫人这才意识到 可能吉童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于是他心生一计 大半夜把吉童叫来 给他交代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五岁小男孩独自行走在大山深处 奇怪的是他手中还提着一块带血的猪肉 据说这大山里经常有老虎偷没 小男孩吓得瑟瑟发抖 就在刚刚 夫人让身为奴隶的吉童 把这块带血的生肉 送到山对面的一户人家 夫人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报复吉童的父亲阿三 可怜的吉童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心 因为他没有办法 如果他不去的话 夫人就让他的哥哥去送 为了哥哥他只好听从夫人的安排 山中的大老虎闻到了吉童的味道 慢慢地向他逼近 身临中静的可怕 只能听到老虎的喘气声 第二天一大早 夫人以为吉童必死无疑 但令所有人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吉童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 只是衣服上多了一些老虎的抓盒 吉童手里还拿着一支 只有山对面才有的桃树枝 他告诉夫人 他已经把那块肉送到山对面的那户人家 夫人看着这个能打败老虎的险地 吓得瘫软在地上 果然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 吉童恭恭敬敬地给夫人居上一躬 身心疲惫地他走下台阶 想着那晚父亲杀死老虎的样子 脚底一软昏倒在地上 哥哥把他带回了家里 一个九岁的男孩照顾着五岁的弟弟 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妹妹 夫人得意地来到监牢告诉阿三 已经发现了他儿子吉童的秘密 如果阿三不承认杀死了老虎 他就会让阿三过着生不如死的监牢生命 没想到阿三却笑着对夫人说道 螳螂补蝉黄却在后 夫人你可别忘了 贵重物品放在哪里和什么人有来往 我都一清二楚 你偷偷藏起来的那个契约书我已经看过 而且费费现如今已经被刺死 你还不知道吧 听到这些夫人的脸瞬间僵硬 哥哥 原来在不久前阿三给老爷收拾房间室 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 不识字的他拿回家让大儿子讲解了信中的内容 竟然是一封老爷和费费私通的信件 信上面全是诋毁当朝皇帝的言译 这要是把信交到皇帝的手里 恐怕夫人的脑袋就要保不住了 不仅如此 他的全家都会被株连九族 被人抓住小辫子的滋味实属不好受啊 在第二天的审判堂上 夫人为了活下去 竟然对审判长说是他误会阿三了 还低三下气地对阿三说了一声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此时的阿三虽然是跪着 但他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夫人的头顶 他被无罪释放了 迎接他的是三个可怜的孩子 虽然阿三并没有说出夫人私通费费一事 但是夫人作贼心虚 变卖了所有财产后 带着家人和奴仆离开了这个村 阿三能顺利出狱 刑房大人也出了不少 还帮他和三个孩子赎回了身份 为了回报刑房大人对他的帮助 阿三承诺刑房大人 一定会帮着他坐上大观 随后阿三带着三个孩子和那帮盗贼朋友 拔山涉水地来到了一个无名于村 在阿三的带领下 曾经的盗贼朋友都干起了正经生意 他们赚了不少钱财 阿三也成了他们的大哥 可是就在阿三的生意风生水起的时候 小儿子吉童的一些举动给他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他原本是一个天生俱利的小孩 长大后能成为保家卫国的大将军 没想到突然性格大变 喜欢上了女性用品 还向父亲说出自己的理想 是成为一个女性用品专家 这可把父亲筹坏了 父亲耐心劝导 你是天生的孩子将士 将来是要做大将军的 怎么可以天天围着一群女人转呢 吉童却说 是那个会害死家人的孩子将士吗 原来吉童不是性格突变 而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能保护家人的普通男人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 他的妹妹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父亲有了自己的影响 工厂交给了哥哥吉熊打理 而他呢 依然执着于女性用品这块 成天出没于女人之间 还被人说成是腰伤 只要女人买了他的东西 就能心想事成 这天 一个叫绿水的姑娘邀请他到家里 让他撮合自己和君王之间的姻缘 吉童一听 不由地笑了出来 想盘高枝也不能自不量力吧 可是当看到女人的脸之后 吉童顿时傻掉了 活了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 这时绿水问道 你能将君王送入我的怀抱吗 而吉童却说 不要找什么君王了 不如做我的媳妇吧 没想到花音刚落 被一旁的侍女给了他一个耳光 吉童被打得一脸懵圈 见识到这么厉害的丫鬟 想必主人也不是好人 更何况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君王的样子 没有办法帮助绿水夺得君王之心 他没有接下这桩生意 临走时他向绿水说道 如果有缘我们一定还会再见 然而绿水似乎也并不讨厌眼前的这个男人 吉童回到家后 他亲眼目睹了父亲和一帮恶棍厮杀 还割下了一人的耳朵 他闯荡江湖早就听说 那人背后的势力不小 为了不让父亲出事 他跪求父亲金盆洗手 不要再干这些打打杀杀的生意了 一家人找个小地方过田园生活不好吗 没想到被哥哥吉雄一把拉走 哥哥说父亲为了这个家牺牲了太多 如今好不容易混出点名堂 你却成为父亲的绊脚石 吉童这时说出了 积压在心底多年的话里 你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吗 不是老爷家害死的 是父亲的贪念害死了母亲 哥俩的这些对话 被父亲听到 事后他考虑了一夜 决定退出江湖 但已经小有名气的阿三 想要金盆洗手弹和容 他被一个王爷召见 王爷表示很欣赏阿三的身手 让他给自己办一件事 阿三打开卷轴 发现是一个女人的画像 他对王爷早有耳朵 王爷是一个喜欢 蹂躏逼女的大坏男 面对王爷交给他的任务 他虽不想接手 可面对王族的淫灵 只好先硬了下来 方交野外 一个女孩正在逃跑 突然被一个男人叫停 男人在确定 女孩就是画像上的人时 把他带回家 让他饱餐了一顿 然后阿三带着一帮人 连夜把他带到了山上 男人用刀抵住了女孩的脖子 女孩紧闭双眼没有挣扎 他知道这就是属于自己的秘密 只见男人抽刀砍向女孩 男人不仅没有杀掉他 还给了他一袋钱 让他拿着钱赶紧逃走 阿三为了交差 随便拉来一具尸体 谎称那个女孩 因得了传染病已经去世了 王爷一听是因传染病而亡 没有检查就让他们拉走了 没想到的是女孩 在逃跑的路上 被阿三的死对头发现 并杀掉了女孩 回头就把阿三 欺骗王爷的事情说了出来 王爷一听顿时大怒 此时的阿三并不知道 他又多了一个对手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夫人正直勾勾地盯着阿三 这个人正是阿三从前的主 他不服气从前的奴隶 阿三如今变成了 左拥右护的老大 恨得牙根痒痒 然后立即找到王爷 他要报多年前的杀父之仇 夫人咬牙切齿地讲述了 当年阿三杀害老爷的事情 第二天 王爷便以杀害婢女为由派官兵 带走了阿三 阿三跪在王爷面前 表示自己可以把手里的银矿 送给王爷 而王爷却说 从我抓你的那一刻 你的所有财产都已经是我的了 阿三见状 软得不行那就来硬的 对王爷说道 我这么多年闯荡江湖 黑白两道认识的人也不少 如果王爷硬要把杀人的罪名 安在我的头上 我也不会让王爷好过的 没想到王爷呵呵两声 你还记得12年前杀死了老爷 还安然无恙地被释放这件事情吗 正在这时 地旁的门缓缓地打开 阿三看到夫人的那一瞬间 整个人呆住了 对阿三来说 杀死老爷是他的原罪 当年确实用了点手段 抓住了夫人的把柄 让自己成功脱罪 而今天他面对的可是皇室家族的王爷 阿三被官兵拖走 夫人喜极而泣 露出了久违的恶毒笑容 阿三被打得遍体鳞伤 躺在牢狱里等待着死亡 此时他只希望三个孩子能平平安安 不曾想王爷心狠手辣 吩咐手下把阿三的三个孩子全部杀掉 曾经的刑防大人如今已经是县长了 他得知情况后 给阿三手下安排了一场月日计划 到时候让阿三带着三个孩子远走高飞 兄妹三人在定好的路口 等待着父亲的到来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伙杀手 哥哥吉熊让弟弟妹妹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可吉童和妹妹还没跑多远 就被杀手追了上来 妹妹被绳子套住 吉童想要去救 结果被打得上气不接下气 然后一把刀直接刺进了他的肚子 吉童当场倒在地上 看着妹妹被拖走 离自己的视线越来越远 突然他心中的怒火激发了他体内的力量 吉童又站了起来 杀手再次扑向吉童 可这次不一样了 他两眼冒着绿光 一个起身震飞了刺在身上的刀和几个杀手 那个孩子将士又回来了 他最痛恨的就是伤害他家人的人 在他的一通挥舞下 几十个杀手全部消灭 最后吉童扯下一节一带 把自己和妹妹的手绑在一起 然后疯狂逃跑 可是身后又跟来了无数的杀手 他们跑着跑着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因悬崖太高 他和妹妹都晕了过去 突然急同的脑海中出现父亲呼喊他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睛 带着妹妹游了上去 然后抱着妹妹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确认妹妹还活着 他长舒一口气 然后再次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妹妹醒了过来 看着哥哥身上那三只为自己而中的剑 他拼命地呼喊着哥哥 隐约听到哥哥想要喝水 他要开绑着两人的衣袋前去寻水 当吉童醒来后发现妹妹不见了身影 他失魂落魄地到处寻找妹妹 全然不知背后还插着三只剑 像个疯子一样见人就问 路人看到他都吓得急忙躲闪 他跟着一群女孩进了一个叫段爱婷的院里 嘴里喊着妹妹的名字走到一堆五米中间 大家都以为她是个疯子 这是一个女孩拿着一根木头 比着银银银银银 米其脑银 这个地方原来是绿水的居所 他上前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那个腰伤吗 然后为他请了大夫 见识拔出来了 可脉搏却微弱至极 医生表示活下来的希望很小 除非奇迹发生 一个老哥击让绿水把鸡铜扔出去 省得晦气 但是绿水却等待着奇迹发生 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 当他端着热水准备帮鸡铜擦洗时 却看到鸡铜已经坐了起来正喝水了 院子里的女人们在小不点的介绍下 都知道了鸡铜是个传奇的卖货狼 只要接触过他的女人都能心想事成 于是米一言他一语的议论纷纷 而医生对鸡铜的苏醒感到不可思议 他行医数十年 还从未见过恢复这么快的人 虽然鸡铜身体恢复了 但是他好像失忆了 忘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只是说自己胸口很痛 总想流泪 绿水把从他身上拔下的剑交给鸡铜 并让他不要担心 可以在这里放心地休养 老哥记忆听不乐意了 难不成我们要供他吃住吗 鸡铜赶紧起身感谢绿水帮助 没想到鸡铜可是个相伯伯 这里的女人们都想让他留下来 绿水看着远处侃侃而谈的鸡铜 想起一个卖良喜的大叔 曾经讲过关于孩子降世的事情 他若有所思 鸡铜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跟着绿水出门卖影 遇到有人欺负绿水 他就扮演保镖的角色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引来了旁边的小不点的妒忌 但鸡铜把小不点当做妹妹一样看待 最后还是选择了绿水 没想到一个小孩的出现 让鸡铜对绿水有了看法 绿水这次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 拿下几个手势 让鸡铜把那个小孩打了走 鸡铜对绿水的做法非常的不紧 这不该是一个娘该有的表现了 当他把钱袋子递给孩子后 突然冒出来一个男人 高兴地拿着钱拉着孩子走 小孩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鸡铜 好像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到了晚上绿水主动和鸡铜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绿水的娘是明关记 带着他和姐姐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一天关大人看着长大的绿水变起了歹 他娘没有反对 而是把绿水送到关大人的房间 那晚过后 就有了今天的那个小孩 从此以后他仇恨这个世界 恨那些把孩子送去受苦受难的爹娘 此时鸡铜明白了 这不是绿水的错 而是这个时代太不公平了 同时两个苦命的人 就这样你挣我挣得在一起了 在仙皇驾崩的这天 他恢复了记忆 父亲被王爷关在大牢 哥哥和杀手搏斗生死为伍 还有个妹妹也被自己弄丢了 现在不知去向 鸡铜一一不舍地和爱人道别 说自己还会回来了 然后踏上了寻亲之路 小不点一直对鸡铜有爱慕之情 看着远去的鸡铜 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鸡铜找了很多地方 问了很多人 也没有打听到妹妹的消息 最后他回到以前生活的云团 从前的繁荣景象当然无可 在这里鸡铜见到了几个过去的老邻居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自从他们一家人出世之后 村里的人逃得逃抓得抓 以前跟随鸡铜父亲的伙计们也都丧了 鸡铜急忙问道 那我爹爹呢 老邻居告诉他 听说被王爷活活打死后扔进大海 鸡铜伤心地来到母亲的坟情哭诉 认为一切都是他的错 并向母亲发誓一定会找回哥哥和妹妹 为父亲报仇 他再次回到了段爱亭 却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原来是新上任的皇帝喜欢听歌 绿水等人都被招进皇宫 为皇帝唱歌跳舞去了 只有小不点还在这里等他回来 从此后不论鸡铜走到哪里 小不点就跟到哪里 就连晚上睡觉也要拉着鸡铜的衣角 这天鸡铜带着小不点来和母亲道别 突然从草丛中走出来一个人 他就是出卖鸡铜一家的刑房大人 原来当年刑房大人受到王爷手下的邀请 他害怕得罪王族 或不得已出卖鸡铜 表面上是帮助鸡铜爹爹越狱 实则是帮助王爷一网打进鸡铜一家 鸡铜看着这个大仇人 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爹爹也死了 自己要和他同归于尽 没想到刑房大人哭着说道 你的爹爹没有死 鸡铜半信半疑地跟着刑房大人来到一处小院 打开门一看 真的是爹爹 可此时的爹爹已经被王爷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鸡铜哭得说不出话来 劫后重生的父子俩抱头痛哭 之后 刑房大人再次向鸡铜认错 当时的确害怕得罪王爷 自知自己做错了事 为了赎罪他冒着生命危险就吓了阿三 把他藏在这个小木屋里 到了晚上鸡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要把爹爹之前的那帮老哥们都找回来 为父亲报仇 刑房大人却表示 现在你爹的事业都没了 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而鸡铜却坚信 如果他们知道爹爹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回来 正如他所说 那帮老哥们得知阿三还活着都跟着鸡铜回到了小院 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大 他们气不成声 纷纷都给老大跪下 到了晚上 鸡铜把自己叫他们回来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那就是把王爷推倒 然后重振家业 这帮人一听要与王爷对抗 顿时打起了退堂 当晚就有两个人偷偷溜走 鸡铜含泪挽流 对方却说 请原谅我们 我们是贪生怕死的坏家伙 话说到这个份上 鸡铜也不好多说什么 留下来的三个人跟着鸡铜正式开始了复仇之路 可是身为奴隶的鸡铜 他决定从王爷的左膀右臂入手 光头虽是黑帮老大 但也为王爷笑眠 他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贪生怕死 这天鸡铜绑架了光头 鸡铜要利用光头和王爷之间的关系 打入王爷的内部 为了活命光头不得不背叛王爷 把鸡铜安排在王爷身边当马夫 鸡铜为了取得王爷的信任 跪下来给他当马档 鸡铜的同伙看到这一场片 恨得紧握拳头 为了掌握王爷的犯罪证据 鸡铜开了一家歌舞厅 因为这是王爷经常光顾的地方 王爷刚进屋 一大桌子好吃好喝便端了进来 自然少不了恶魔多姿的乌铜 王爷乐得嘴都喝不拢了 正在王爷高兴时 鸡铜赶紧递上一本小人书给王爷住行 王爷这次渴望高兴了 一直到了第二天清晨才离开 没过多久 鸡铜的机会来了 王爷要在他开的这家歌舞厅开一个独师会 念皇上送给他的御师 顺带宴请他的狐朋狗友们 鸡铜安排歌姬在伺候老爷们的同时要打听他们的身份 这是了解王爷底细的最好机会 而鸡铜呢 则蹲在一个鸡脚嘎拉给王爷烤肉 有的没的都听一听 这一次的独师会 他们把王爷的社会关系打听了个一清二楚 磕大了的王爷还口无遮拦地炫耀起来 他经常把皇帝的御用歌姬叫出来给自己唱歌 还拿国库里的钱购买房产 钱呢 从来都不还 这不明摆着是挪用公款吗 虽然鸡铜拿到了一些王爷的罪证 皇帝才有这个资格 于是鸡铜安排人进宫散播消息 还添油加醋地说王爷曾经讲了一些伍匿皇帝的言语 很快皇帝就听到了小宫女们在议论王爷的事情 皇帝非常生气 他最受不了有人说自己的坏话 于是决定逮捕王爷 王爷很快被抓到了后审处 慢慢地坐下一个大人 这人正是鸡铜的哥哥吉雄 原来他还活着 当年阴差阳错地认识了一个老师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考上了状态 进宫当上了大官 吉雄一眼就认出了王爷 就是他让自己的家人死的死亡的王 这次王爷落到了他的手里 吉雄是绝对不会放过王爷的 他问王爷 您是不是和诗人们讲过皇帝的坏话呀 王爷一想 诗人倒是认识几个 可是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忤逆皇帝的话呀 另一个大人问道 那谁能给你证明呢 这时王爷想起了光头和给自己当马夫的鸡头 他认为如果把他们叫来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官兵冲进来抓人 他却不慌不忙地从花丛中站起来 没见过被抓还这么开心的 当吉童被押进大牢看到王爷时 却满脸写着害怕二字 王爷说 现在喜庆我冤屈的人只有你了 到时候审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说话 吉童满口答应 殊不知王爷今天的遭遇全都是吉童设计好了 第二天的审判堂上 皇上亲自坐镇 见到皇上到来 王爷高喊着自己冤枉 并表示他们家世代都是忠诚 从未说过皇上的坏话呀 一旁的判官马上让人把吉童压了上来 王爷见到吉童就像见到救星一样高兴 判官接着问吉童 你可知道王爷有没有说过皇上的坏话 吉童立刻矢口否决 表示王爷绝对没讲过任何人的坏话 王爷一听非常高兴 可是吉童的回答还没有结束 他接着说道 王爷一直教导我们现在的皇上哪里都好 比起皇上的父亲 爷爷都要优秀 王爷高兴地点头称对 没想到吉童接下来的话风突变 他说王爷有一次喝多了还说过 如果皇帝之味让他王爷来做的话 国家治理的肯定会更好 这言下之意不就是说现在的皇上管理的不好吗 皇上顿时脸色大变 大臣们开始唏嘘起来 王爷气得浑身发抖 吉童一脸无辜地说道 难道您都不记得了吗 这次王爷被吉童狠狠地涮了 吉童的演技成功地骗过了皇上 皇上决定把王爷仗则 两个行刑人对视了一眼后 开始在王爷的身上猛抽 没想到这两个行刑人早已被吉童安排人收买 王爷被打得哭爹喊娘 最后被打晕了过去 皇上听说仗刑没法打了 那干脆就流放丧了 王爷在被流放的路上 百姓们纷纷向他扔石头 可见他平时是多么的可恶至极 这时王爷不经意间抬头 看到了有一群人在高处静静地看着他 他定睛一瞧 坐在中间的正是多年前和自己作对的阿三 而旁边的那些人都是平时出现在他身边的下人 再看看曾经为自己当马洞的弟童 想起夫人曾和他说过 阿三有个很晦气的安子 他原来就是吉童啊 王爷后悔万分 自己堂堂王爷竟然被一群奴隶给算起了 此时的阿三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后阿三带着大家又回到了从前的渔村 还给村里的奴隶兄弟们起了一个姓氏 那就是洪吉童的洪 以后大家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唯独小不点不想姓洪 那样的话他就和吉童成了兄妹 他想成为吉童的爱人 另一边的王爷却被扔进了一间茅草屋 与他作伴的只有几条毛毛虫 他无法接受现在的生活 想要一死了之 没想到的是 有一位贵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站起身给一帮年轻人磕头 感谢大家愿意跟着我这个无名小卒上刀山下火海 感谢大家这么地信任我 老爷子看似高兴 但自从妻子离开后 大儿子和女儿也失踪 他的内心其实是痛苦的 小儿子吉童看出了爹爹的心思 召集大家尽快找到妹妹和哥 在爹爹晚年之前完成心愿 这时手下野山拿出了一个包裹 里面竟然装着妹妹的一只鞋子 这说明妹妹已经遇难了 吉童不敢告诉爹爹 只有自己默默地流泪 第二天 爹爹让吉童带着她去看母亲 走到半路爹爹感觉累了 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 阿三和吉童讲述 他和妻子的相识相知相恋 满脸洋溢着幸福 就在这时 前方有人问路 吉童赶紧过去指路 就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阿三停止了呼吸 吉童伤心地和爹爹诉说着 还没来得及说的心里话 爹爹您辛苦了 为了这个家您付出了太多 我为有您这样的爹儿感到自豪 我来做父亲 您做儿子 让我来保护咱们的家 当天夜里 远在京城的吉童梦到了爹爹 爹爹对他说自己 最喜欢看他读书的样子 吉童热泪盈眶地 为爹爹念了一段文章 当吉童抬头时 爹爹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从梦中惊醒 喊着爹爹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 上百名乡亲都来送阿三最后一程 长长的殡葬队伍行走 在大雪纷飞的草丛中 这时突然从草丛中 跳出来一帮杀手 直接先把最有力的大头用往套住 接下来是最弱小的小不点 紧接着吉童的头部也被重中一击 明晃晃的大刀架在小不点的脖子上 老伙计们也只好束手就擒 没想到是黑帮的光头 想要在这个吉童最脆弱的时候 夺走吉童的盈眶 吉童不知光头的意图 说我正在给爹送信 有事稍后再说 光头却拔出剑要割下吉童的一只耳朵 因为他从没忘记 当年阿三割掉他耳朵的事情 吉童最后又拜托了他一次 我再给我爹送信 不要在这里见到血 马上就要遭殃的光头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在意吉童的话 还让手下把小不点带走 没想到下一秒就让他后悔莫及 显然这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 吉童一手提起一个人用力一挥 就把人扔到了百米开外 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他们不敢相信吉童有这么大的力量 只见吉童又大吼了 几百名杀手顿时被震飞 光头一帮人吓得落荒而逃 吉童误把小不点看成了他弄丢的妹妹 小不点扑向吉童的怀抱 看到妹妹安然无恙 吉童挺不住晕倒了 这辈子他最痛恨的就是别人伤害他的家人 醒来的吉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光头报仇 看到吉童后光头直接吓得瘫软在地上 这时光头开始窝里斗了 他把矛头指向了手下墨里 说这一切都是莫里挑唆的 莫里听着老大的话伤心至极 这辈子他对老大就像对父亲一样的东西 殊不知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啊 听着老大向吉童诋毁着自己 义正言辞地说着他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莫里失望地流下了眼泪 吉童最后带走了莫里 把光头放了 关押时 莫里反击了卷毛逃跑了 他静止来到光头这里 拿着刀狠狠刺向了光头 原来这都是吉童的计谋 他就是要借着莫里的手杀掉光头 这才是对光头最大的侮辱 第二天群龙无首的光头帮主动找到吉童 请求收留 吉童现在的势力已经超过了当年的父亲 可是吉童认为他们不能一直这样胆战兴兴地过日子 为了跟随他的这帮兄弟姐妹 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绝对不会想到皇帝也会缺钱 由于皇帝最近总是奖赏并且出手大方 国库的银子已经见底了 吉童一听 这不就是机会来了吗 为了能和皇帝攀上关系 他决定把自己的银矿献给皇帝 皇帝听后有些疑惑 一般人找到银矿都会隐瞒不报 自己讨论利润分配 为什么会想到献给我呢 于是决定要见见这个献上银矿的人 这下可把老伙计牛角激动坏了 因为银矿是以他的名义献上去的 见到皇帝的这天 牛角竟然吓得说不出话来 皇帝表示 你的忠心难能可贵 我要奖赏与你 牛角听到皇上要奖赏 更是激动到头脑一片空门 把准备好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 竟然说银矿不是我一个人了 是我们一帮人 话还没有说完 却停止不说了 刑房大人上去一推 发现牛角已经紧张地晕过去 瞧瞧这个没出息的家伙 见到皇帝还能吓晕 真是可笑啊 而皇帝见到这样的百姓甚至高兴 既能懂得为君王分忧 又是良民一美 一高兴赏了牛角一个酒品官位 在皇宫里上班 其同一伙都跟着搬到了繁华的汉阳城 从此和皇帝走得越来越近了 这天皇上准备办一场大行宴会 但是手里缺钱 自然就想到了牛角 牛角表示银矿已经上交了 其他的他也做不了主 于是把吉同引荐给了公公 公公表示让吉同帮忙给皇帝赚钱 要是能解决皇帝的金融危机 将来必定奖赏 大家一听都高兴坏了 皇帝竟然想跟他们这些地痞连手赚钱 可是这钱该怎么赚呢 吉同的脑子一赚便有了主意 前一段时间因为皇帝下达了禁酒令 一夜之间酒价翻了十倍 如果他们能提前知道皇帝下达禁酒令的时间 提前酿酒来卖的话 那银两不是嗖嗖地往兜里跑吗 第二天吉同找到公公 让其提前告诉他皇帝下达禁酒令的时间 并表示赚到的钱除了自己扣除一些劳务费外 其他的全部献给皇帝 随后开始疯狂酿酒积攒起来 等待时机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由于今年出现灾情 粮食的收成大幅度降低 酿酒会消耗很多粮食 所以下令全国上下禁止饮酒 但是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可以卖一些药酒给那些生病的人赢 也因为这个原因 那些想喝酒的人开始装病 花天价购买酒喝 吉同的生意兴隆 酿出来的酒供不应求 大把的银子被吉同一伙收入囊中 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庆祝 照这样下去 他们很快就能成为全国首富 可是吉同却显得心事重重 他开始怀疑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于是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 决定成恶阳善帮助弱势群体 最近这些天罕阳城总是出现一些怪事 那些贪官污吏常常被一些蒙面人教训 没错 蒙面人就是吉同义武 但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于是派小赫追查此案 然而这个小赫正是当年夫人家的少女 小赫从母亲口中得知 这些蒙面人的老大就是杀父仇人的儿子吉同 于是他找到吉同 告诉他王爷在流放前有很多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孩子叫于林 小赫之所以和吉同讲到于林 是因为他知道吉同的软肋 就是他的妹妹于林 吉同怒气冲冲地找到王爷 王爷却故意挑衅吉同 说那个女逼已经被我蹂躏死了 吉同终于忍不住了 一把把王爷扔出窗外 而此时的小赫就在不远处埋伏 等待抓捕吉同 就在吉同向王爷挥出致命一拳时 突然冲出一个身影 这个人正是莫里 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 竟然和吉同打得不相上下 原来就在前两天 莫里在树林中练武 没想到一棵大树竟然被自己拦腰打乱 他回想起自己六岁那年 时不时就会把锄头掰弯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又回来了 马上找到吉同复仇 可是吉同没有练过武术 并不是莫里的对手 吉同重重地摔在那里 莫里趁机带着王爷逃离 吉同的手下赶来救援 临走时牛角突然看到一本书 回去后吉同在这本书里发现了妹妹 吉同决定要去寻找妹妹 临走前和小不点正式成为夫妻 晚上大家闹完洞房后 牛角不忘和天上的阿三暴行 他们把从贵族手里拿来的粮食 倒在大街上 让那些穷苦百姓随意来取 还在地上留下了洪家帮的名号 吉同一边打探失散多年的妹妹 一边为百姓成恶扬善 把搜刮来的钱分给受苦受难的百姓 慢慢地他们觉得做这样的好人好事 原来是如此的充实 从此贵族们只要听到洪家帮这三个字 都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的事迹也在大街小巷流传起来 这天吉同一伙刚好路过城门 看到一帮蛮医正在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于是顺手杀光了蛮人 解救了这里的百姓 洪家帮在百姓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 洪家帮的事迹很快也传到了皇宫 朝廷却把洪家帮当成土匪强盗 任命吉雄调查此案 他们怎能知道吉雄可是土匪头子的亲哥哥 这天吉同正挟持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县长 遇上了前来捉拿他的官兵 这官兵的首领就是吉同的哥哥吉雄 由于吉同用县长挡着自己 哥俩都没有看到彼此 吉同一把把县长推到楼下 自己转头就跑 吉雄一路追来 和所谓的盗贼撞了个正招 吉同缓缓地转过头来 失散多年的兄弟竟然以这种场面相见 哥俩还没来得及酗酒 吉雄的手下便也追了过来 吉同见状 一跃而起逃开了 正当手下要追时 吉雄马上下令不要追了 那人不是盗贼 手下对吉雄的做法非常的不解 吉雄支开手下后 他又回去寻找吉同 嘴里呼喊着弟弟的名字 吉同并没有走开又飞了回来 劫后重生的两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回到衙门的吉雄 正准备把追捕吉同的官兵撤了时 小鹤带着人来了 要接替他的位置 原来是皇上知道了吉雄放走盗贼的事 吉同一伙的头像贴满了大街想象 并且悬赏捉拿 很快吉同被团团围主 吉同见无路可逃 便解下腰带准备和他们一搏 他以一笛百把官兵们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在百姓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而他的伙伴们却没那么幸运 吉同跑回家和小不点告诺 并说吃了这顿饭后就去自首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在牢房受苦 小不点舍不得吉同离开 吉同向他保证 自己一定会活着回来 然后吉同找到哥哥 和哥哥说了一个计策 并让他一定要按照他说的来做 第二天 皇帝因为没有抓到盗贼的头目吉同 非常恼火 没想到吉雄站出来说道 我已经把盗贼头目抓了回来 在吉同押往大牢的路上 被一个女人看到 她就是曾经和吉同里蒙我蒙的绿水 现如今可是皇帝最爱的妃子 绿水看到吉同被抓大惊失色 得知皇帝要杀了吉同 绿水想保吉同一命 便建议皇帝杀了吉同有些可惜 不如废了她的力量 留下来慢慢折磨 于是安排公公在稀饭里下了座 不知情的吉同刚喝到一半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 吉同被带到决斗场 皇帝要把吉同当作猎物一样折磨 只见一个高大威猛的长发男人拿着一个体重 上来就把吉同打倒 围观的人们都为吉同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下一秒 吉同一个月起 把大汉剃倒在地 迎来了百姓们的欢呼声 而皇帝却非常的不熟 他把同样有距离的茉莉放了出来 然后又把吉同的那帮兄弟压了过来 并说道 如果今天吉同赢了 你们这些人全都没命 如果他输了 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吉同很快就被茉莉打倒 毕竟他身体中毒 可是吉同知道 自己必须活下来 这样才有可能救出兄弟们 吉同起身使出全身力气 将茉莉打出百米开外 百姓们都为吉同加油补尽 就在这时 茉莉掏出匕首 打斗中割伤了吉同的胳膊 因为茉莉知道 吉同喝下的那碗毒吸饭 只有身体有了伤口 药效才会发作 茉莉趁机把吉同重重地摔在了墙上 然后缓缓地走到吉同的面前 突然扔下了手中的刀 跪在皇帝面前请罪 原来刚刚他想起吉同曾经也放过他一命 皇帝正要发火 却被一旁的绿水按住并说道 大家都看着你们啊 如果陛下能放他一条生路 百姓都会称颂名的人爱和大怒 吉熊也在一旁跟着附和 就让吉同从此苟且偷生不也挺好 皇帝为了面子压住了内心的怒 离开的现场 吉同一会儿暂时活了下来 可是皇帝怎么可能就此罢凶呢 这是皇宫里的动物园 但关在这里的不是动物 而是一个劈头散发的瘸子 原本天生俱立的吉同 现在沦为皇帝的玩物 皇帝就像打猎一样 用弓箭射击吉同 吉同吓得连连后退 看到吉同狼狈的样子 皇帝高兴地说道 这比射击老虎好玩多了 于是又对着吉同拉弓射减 这就是残暴的燕山军 吉同的其他兄弟被派去做苦力 当他们听说吉同没死后开心极了 认为吉同很快就会把他们救出座 可是没有想到 新来了一个苦力竟然就是吉同 原来吉同的处境比他们还要差 这里的官兵根本不把吉同当人 狠狠地鞭子抽打着吉同 大家想冲上去救他 迎来的便是一顿毒打 吉同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挨打 但是也没能站起来帮忙 可老伙计牛角却哭着说道 我们吉同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这天皇帝突发奇想 把吉同放到野外 想来一次更真实的狩猎活动 没想到接下来让他后悔莫及 吉同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向树林中跑 皇帝在后面拉弓射箭 吉同一个月起跳入林中 皇帝急忙上前查看 可他丝毫没有注意后面的随从 已经被神秘人掳走了 当他发现随从不见时 为时已晚 已经落入了神秘人的圈套 这个神秘人正是改面换装后的吉同 只见吉同用手一发力 一块巨石摇摇欲坠 皇帝吓得抱头蹲下 吉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等皇帝在抬头时 吉同已经消失不见了 回到皇宫后 皇帝十分不解 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皇帝为了顾及颜面 不敢宣称吉同越狱了 只好对外说吉同已经死了 百姓们失声痛哭 吉同的妻子就在人群之中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吉同抱走 恢复自由的吉同回家寻找妻子 却发现妻子已经不见了身影 没想到吉同的妻子已经来到了皇宫境地 他不管凶手有多强大 也要为心爱之人报仇血恨 而此时的皇帝正在疯狂射箭 来宣泄情绪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 不再想起那个可怕的低头 就在这时 树林中突然传来一阵歌声 官兵将唱歌的女子带了过来 皇帝上前一看 顿时被女子的美貌吸引 而皇帝旁边的绿水却一脸的差异 眼前的女子正是自己曾经的丫鬟小不点 皇帝自从见到小不点后 开始魂不守舍 还亲自画了小不点的画像 他说虽然闯入皇宫境地是大罪 但他这么年轻 寡人不忍心啊 就因此事 小不点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这天皇帝让小不点给他讲故事听 听着听着 皇帝睡着了 小不点健壮 取下发簪准备刺杀皇帝 没想到被一双大手拉住 皇帝正在审讯一个女犯人 没想到下一秒却被女人咬住耳朵 死不松口 皇上疼得鲜血直流 女人大声地说道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吉桐的妻子 是你这个昏晕无道的畜生杀了我的夫君 皇上气愤地要杀掉女人 没想到一旁的爱妃绿水却上前拦住 她不是为了救下女人 而是另有计策 阴险的绿水来到大牢 她告诉女人 红吉桐其实并没有死 她正组织叛军和皇上对战 如果把你当成人质 你说红吉桐她会不会投降了 第二天小不点被绑在木头上 她大声喊道 你如果是为了我而投降的话 下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 吉桐看着心爱的妻子孤零零的被绑在那里 再看看身后的百姓 她留下了无助的泪水 如果选择妻子 那些无辜的百姓就会没命 她决绝地拿起弓箭向妻子射去 妻子含笑而去 皇帝惊呆了 自己要挟吉桐的筹码就这样没了 吉桐的手下们更是震惊 紧接着吉桐大喊 弊国之君不会屠杀自己的百姓 从今往后 他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君王 百姓们一鼓作气把君王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手下趁乱就吓了吉桐的妻子 丧心病狂的皇帝下令开炮 不管敌方我方全部炸死 看着大家被炸得血肉横飞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 吉桐万万没有想到皇帝会如此的残忍 他让手下们带着百姓撤离 自己留下来单板不动 皇帝再次下令开炮 把所有的弹药全部对准吉桐的身上 大家都为吉桐捏了一把汗 敌军以为吉桐已经死了 不曾想吉桐又爬了起来 这时皇帝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锦 就是这批死士 皇帝大口地喝着酒准备看好戏 没想到这批死士突然掉转了枪袍 向皇帝的军队射箭 这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所有人都意外 原来这批死士是常年被关在大牢的犯人 平日里受尽了皇帝的折磨 他们早就下定决心要追随红吉桐 吉桐的事迹深得铭心 皇帝的队伍溃不成军 他让王爷穿上龙袍引开吉桐 而自己则换上平民的衣服从另一个方向逃走 王爷没跑多远就被死士追上 最后被乱剑射死 打了圣仗的吉桐赶紧回家看望妻子 医生告诉吉桐 他的剑纸差一毫米就射进了心脏 然而逃回皇宫的皇帝恼羞成怒 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了小贺的身上 把他们一家贬为奴隶 接下来皇帝每天过着歌舞生平的生活 守在皇宫的将军对他非常的失望 于是将军找到吉桐表示自己愿意加入 随后在宫中一个个拉拢其他大臣发生政变 将军带着吉桐杀定了皇宫 逼着皇帝交出玉玺 从此将军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这个史上的暴君燕山君 就这样被吉桐一伙拉下了台 最后在一间茅草屋吐血身亡 而吉桐一帮人从此隐姓埋名待在百姓当中 新上台的皇帝要是欺负百姓 他们就会出现在暴君的面前 教训一番 从此吉桐也成为了流传千年的英雄人 谢谢大家